大家好,我是张张,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聊一个热爆的郑爽待遇事件的幕后真相 郑爽的待遇事件在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总体而言媒体对它的攻击就是毫无人性,人设崩塌,没有母爱,拒绝赡养 但是因为我甚至娱乐圈,今天我来聊一下郑爽待遇事件的幕后真相 那么首先这里声明一下,我不是来跟郑爽洗地的 因为郑爽呢,因为郑爽呢,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首先呢,他应该有一个公众的形象 其次呢,他这个事件呢,已经挑战了伦理 所以那些观众对他的批评呢,我认为他也是要接受的 这期节目呢,我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和探讨另外一种思维模式 就是透过新闻看本质,寻找他的蛛丝马迹 最终找到他的幕后真相 那么他的这个事呢,是这样的 我尽量用最简单,最直白的话语呢,来跟大家描述清楚 也就是说呢,郑爽呢,他有两个老板 那么这一点呢,很容易理解 也就是说,他之前有一个经济公司 那么他的经济合约满了之后呢 他可能要去另外一家经济公司 那么他就会存在两个老板 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原来的那个经济公司呢 他进行了一个资产的重组 那么有新的资金进入之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会存在有两个老板 总而言之吧,就是因为这两个老板呢 因为利益啊,因为观念啊,因为一些操盘啊 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于是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那么其中有一个吃亏的人呢 他就去了国外 但是他呢,咽不下这口气 那么他肯定要想着如何去报仇 那么在娱乐圈的报仇呢 不是大家想象的 就是骂大街,沾朋友圈 或者是恶言攻击 或者是抢他的女人 这些都不是 他们是神仙打架,也就是说你是看不到他们出权的 那么这个呢,想报一箭之仇的老板呢 他就把自己掌握的郑爽代孕事件的这件事呢 一夜之间呢,就给捅了出来 那因为这个事呢,他挑战了众多人的伦理道德 所以他一定会引爆娱乐圈 那么这件事被捅出来之后呢 最直接的受害者是谁呢 就是郑爽的另外一个老板 因为郑爽现在手里大概代播的剧呢 是四五步,每步剧的投资大概都在一个亿左右 所以你可想而知,轻轻松松就爆一个料 然后就直接就可以把郑爽这个老板给搞垮 那么这些投资过亿的这些戏呢 他的投资呢,就全部打了水漂 那么一个老板,他的投资打了水漂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的事业和家产迅速地打回了原型 所以呢,这就是高手和高手之间的较量 那么这个呢,才是这件事背后的真相 所以当大家去抱怨郑爽有多么多么不堪的时候呢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打开思维模式来思考一下这个新闻事件背后的幕后真相 我这个频道呢,总会有你在别的频道中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我自己也会拥有一些独立的观点和独立的思考 我希望大家收看我的视频呢,一定要学会两种崭新的思维模式 第一种呢,就是抽丝剥茧,拥有自己独立的观点 第二种呢,就是你在思考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能把它放在世界的格局中去看 这样呢,你的思维呢,才不会狭隘 你的判断才不会出错 有人说,我聊的世界首富马斯克呢 和其他新闻报告中呢,是不一样的 我想说呢,是因为那些记者呢 他不具备我这种贯通多个领域的能力 他们要么是单纯的娱乐记者 他们要么是单纯的财经记者 他们要么是单纯的科技板块记者 所以他们的报道呢,有极端的片面性 此外呢,他们没有把世界首富马斯克这个人物 放在时间的长河 把他每一个时间段叠加起来 去做一篇综合的报道 那么也就意味着 他们在每一个时间段背后没有自己的思考 因此呢,他们就没有得出我这样独立的观点和独立的结论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人生智慧 以及我游历众多国家的新曲线文 此外,我还会对明镜运城和世界大师展开预测 我的频道可以让你获得别的频道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请喜欢我内容的朋友呢,锁定我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按赞,留言,转发小铃铛